另外其他的重要案件要来关心 陆军下市洪仲秋 在关警命期间暴毙 疑似被操死的案件 上将司令现在也被连作处分了 12位的官兵送军阀来侦办 陈储了7个将军 这个规模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大的陈储案 而家属呢也雕阅了禁闭式的录影带 看到里头的空间是非常狭小 丝毫没有人权跟尊严 死者姐姐看到弟弟痛苦挣扎求救的画面 更是让他逼算 洪仲秋大学学弟们特地来上香致意 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而且一天晚上洪仲秋的家属们 也到事发的二六九旅调阅监视录影带 直到11号凌晨才离开 回想起看到洪仲秋生前的画面 忍不住鼻酸 他在那个禁闭式那边的 他的那个内务柜的地方 就开始就是传不过气来 对那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那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呼吸非常的急促一直喘不过气 我们会觉得很不很不忍心的是 他已经这么不舒服了 可是他却还要依照可能就是 管理师要给他们的一个报告方式 去做一个报告 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 就是犯了一点这种小错 然后他却是这样的没有 就是没有那个尊严 谈起亲眼看到的影像 家属们还是很难过 为了平息家属的怒火跟舆论批评 国防部也火速公布陈储名单 包括陆军司令李祥宙上将 建议申戒一次 陆军政战主任曾永福中将 也是申戒一次 六军团指挥官成全官中将 督导不周既申戒一次 红仲丘服役的五四两旅旅长 沈威智少将既过一次 管理紧闭室的二六九旅旅长 杨芳和少将同样既过一次 另外陪红仲丘体检的五四两旅 旅步连连长徐信正既大过一次 红仲丘头七当天到现场跪拜道歉 却被媒体拍到眼神飘忽不定的 市官长范左宪 同样既大过一次 另一位下跪的五四两旅 代理市官长陈以仁 也被调离县职等待调查 再加上紧闭室的军官跟监护室 总共有26人被惩处 12人被移送法办 除了明快进行惩处 军方也研议 最近红仲丘为中事 依照中事阶级来抚恤 外传家属可以领取 数百万元的抚恤金 不过还要点到全案告一个段落 军方在和家属商量虎须事宜 明日新闻 蔡峰玉 乔竹玉 蔡明镇 林静龙 台北台中报导 林静龙 林静龙